因為昨天主席在記者會上也有秀出三個民調嘛 那雖然都贏賴清德 但是平面媒體就有解讀說 這個好像是壓垮藍白河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後柯主席的做法是想要皮袍別霸這樣子 那民進黨的 昨天也說是柯主席是在半夜吹哨壯淡 那是羞辱侯友誼 那想問一下柯正瑩這邊的看法 第一個先回應民進黨 就是不要見縫插針 你們一定是最希望我們在野分裂的 所以民進黨的話我們就聽聽就好 這個請他們不要這個見縫插針 再來就是說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們為什麼昨天會提出這所謂三份民調 還是要來跟這個社會大眾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在討論在野整合的時候 民眾黨的DNA就是一直希望能夠用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 提出一個比賽規則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在強調全民調 那但是國民黨似乎好像就是想要用喬的 用這個政黨協商 或是甚至提出民主初選 日本制德國制這些民眾普遍不了解的方式 所以我們才會說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用民調來說話 用數據來說話 所以我們自己就花了錢做了這個民調 那這三家民調機構其實我們就找了 樣本數我們是多達三千份喔 這是比一般的民調機構都還要準確的 那現在大家會講啊 為什麼柯跟猴要分開來放 分開來比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判斷出誰才是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如果假設柯 猴 猴 柯 放在一起比 那會平均或是稀釋掉這兩個人的這個實力 也沒有辦法比較出誰才是最強的候選人 我們就這樣說 最後站上投手秋的人 只會有一個 不會是兩個人 所以還是要講 我們要如何去找出最強候選人 這是我們的初衷 才會有這所謂的分開來做民調的目的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我們再次強調 這個結果呢 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明顯的領先侯友誼 而且是警咬賴清德 對賴清德產生巨大的威脅 那如果沒有柯文哲在這個選票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支持者會流向郭台銘 這是第二個結論 第三個是 如果沒有柯文哲 侯友誼也贏不了賴清德 這都是數據上面顯現出來的事實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 像剛剛大家一直在提到的 郭台銘的角色 郭董跟柯文哲主席的票員本來就是重疊的 所以如果可以整合 或者是說能夠拉郭董的力量進來 讓在野的力量更強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期待 所以才會積極拜會 才會有積極的互動 現在看起來藍白河還是有點卡關 然後大概在什麼樣子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表態 那因為這已經談了兩個月了 那你這兩個月的心情 這個藍白河一直是大家很關心的題目 其實藍白河也不只兩個月 我常常都超過半年 第一點是這樣 台灣一直在過去30年當中 一直陷於藍綠、統獨、兩極對抗的泥道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國家內政問題 剛好今年 有超過60%的民意希望政黨輪替 這當然是因為民進黨實在是做得太差了 所以已經到了民心思變的程度 那也因為明年的國會 三黨不過半應當是可以預期 那在這種極望政黨輪替 又三黨不過半的狀態下 我們在思考說 這個的確是個歷史的契機 走向聯合政府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關以後 台灣可以開始往內閣制移動 那麼 到現在為止 在選舉前 如果兩個黨的主席都可以坐下來討論題目 這其實這已經是一個進步 因為這是過去沒有的 當然聯合政府在台灣的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 所以這的確是個創新的常識 我也認為在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很多的 風風雨雨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定義說 政黨的合作有很多層面 從政策綱領 總統的選舉 立法委員的選舉 選舉以後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 各委員會召集人的選舉 甚至到行政院長的決定 還有足隔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發現很多項目我們還是有共識 除了這個總統候選人的問題還沒有卡卡的以外 其他還是有成績 所以我也認為說 至少是有進步 以歷史眼光來看他還是有一些成就 那麼對總統的選舉這一局是這樣 對我來講合作的目的是要選贏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說我們 如果找出勝選機率最高的組合 我個人是非常相信數據 因為我還是科學家 理性物質科學 在現階段 這對總統的選票最能夠直接反應的是什麼 就是很精確的全民調 實際上民調是這樣 除非你故意要造假 有心要造假 不然如果分數夠多 他是相當準確 當然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但是他有統計誤差 我想在科學上這個都will establish 現在問題是這樣 我後來發現終究國民黨跟民眾黨還是有DNA的不一樣 我在想的是怎麼贏得總統大選 國民黨在想的是怎麼贏過柯文哲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為什麼不用這個勝利比較高的組合 為什麼不一樣用一個勝利比較低的組合 甚至會輸掉的組合 所以是這樣 我發現這叫政治價值的衝突 我每次講說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為了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也不要為了少數的利益犧牲多順的利益 我倒覺得今天我跟國民黨會談不懂 是卡在這個政治價值 你到底今天是為了政黨利益還是國家利益 是為了一個人的利益還是多順的利益 這才是今天的爭執 所以覺得是這樣 我倒覺得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 還是有成績 至少兩個政黨在選前可以坐下來談 這個再過去就已經是突破了 當然我也是很希望說可以合作 所以一開始說比全民調 但是我後來發現國民黨是 他的原則就兩個 第一他不要比民調 第二他要當政的 我說那這樣好那我退讓 比民調 但是如果就算我贏你 但是在統計規差範圍內 我還是讓你當政的 他也不要 他說提出這個德國模式日本模式 那意思是說不管你選哪一個模式 我都會贏 所以你要不要參加 我倒覺得這才是很奇怪 所以他每次講日本模式德國模式 我心裡面就在想說 那你為什麼不用台灣模式 那你們國民黨民進黨 過去這個選舉都是用全民調 不管是總統的選舉 立法委員 各級民調選舉都是用全民調 到今天這一局突然不要 然後就開始講全民調不准 我每次在嘲笑他們 你們是用全民調把那個郭台銘幹掉的 為什麼現在又要換一個 不過這樣是這樣 我剛才講過 我是一個很喜歡數字的人 這個除非你故意要作弊 如果你就是讓公正的媒體去做 這很明顯嘛 勝敗的組合 應該怎麼組合 這個我想 我想你們媒體記者朋友也都知道 好啦好啦講太多了 我想問一下所以你手上那一份是 是有什麼樣子的數字可以給大家看嗎 等一下再給你們看 這個是初步的結論出來 就是說 賴對科 賴對火 這個哪一個勝率最高 這難道會看不出來嗎 這很清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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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想 這個 這個 我想說 除非故意 有心的媒體 故意 不然這個其實民調還是一個程度相當準 當然 如果在誤差範圍內不敢講 超過誤差範圍還是很清楚 是